大家好,他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他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他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之一,一直在寻求与其他企业的合作,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英特尔宣布,与台积电携手打造全球首款,符合ChipLite互联盟UCIE标准的多晶片封装晶片,当中包含英特尔与台积电各自生产的IC。 业界分析,ChipLite架构设计有助降低IC设计与系统客户成本,由于整合不同制成的晶片,并透过先进封装技术实现差异化堆叠,实现更多元晶片应用。 此次与台积电的合作,无疑是英特尔在全球半导体产业布局中的右翼重要举措。 而台积电则通过这次合作,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技术实力和市场地位。 此前,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在德意志银行2023年技术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宣布英特尔将在2025年重新夺回晶片制造节点技术的领先地位。 这一宣示引起了业界的关注和期待。 基辛格透露,英特尔已成功争取到一个重要的大客户,为其英特尔18i节点提供制造服务,并预计在2025年推出该节点。 这意味着英特尔正全力以赴恢复其在晶片制造领域的领导地位。 然而,英特尔与台积电之间的合作同时也伴随着竞争。 台积电已经宣布计划在2025年推出自己的2奈米工艺节点,并得到了包括高通、徽达、AMD、联发科和苹果等重要客户的支持。 另外,第16届英特尔互联网数据中心峰会,日前在武汉成功召开。 与300位云服务商、互联网客户、行业客户、OEM、ODM及渠道合作伙伴齐聚一堂,就数据洪流时代下,云端运算与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趋势、大数据及人工智慧等领域众多创新技术与实践进行了深入探讨。 会上,英特尔分享了其如何通过丰富全面的软、硬体产品组合、加速云服务与AI创新,以及助力企业深度变革、驱动行业共同发展的决心与信心。 英特尔执行副总裁兼商务长Christophe Shell对远道而来出席本次峰会的客户与行业伙伴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与感谢,并承诺将一如既往地重视并支持中国市场。 英特尔市场行销集团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表示,过去十年间,云端运算技术的兴起带动了各行各业数位化发展。 眼下,大语言模型和生成式AI技术正在成为数位化技术创新的主力军。 并承直跟中国、服务中国的理念,英特尔致力于以领先的产品技术为基石,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广泛携手产业上下游,打造满足本地市场所需的多元化、绿色化解决方案,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原动力。 英特尔公司市场行销集团副总裁兼中国区云与行业解决方案部总经理指出,随着数位化转型,步入深水区,云端运算的应用场景正在不断拓展,AI技术加速渗透。 无论在行业数位化升级,中国企业出海,亦或生成是AI领域,其挑战之下蕴含着无限可能。 过往十余年,他们很荣幸能与诸多互联网及IT领域的优秀企业并肩走过,见证一代又一代的技术浪潮。 今后,他们也期待与大家继续携手攻进,紧抓产业机遇,共同促进云端运算与AI行业的创新发展和应用落地。 数位经济时代,如何加速数位化技术和实体经济的融合与高质量发展, 成为摆在企业面前的难题。 基于此,英特尔坚持以覆盖与网端全面的硬体产品组合,成熟的软体布局和开放的生态系统, 驱动千行百业技术创新,助力产业的智慧化转型升级。 以高端制造业为例,英特尔不仅基于第四代英特尔制强平台, 深度优化多项软体集群性能,以助力国产新能源汽车进入规模化, 全球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同时亦联合光伏发电制造, 比电池等行业伙伴创新性的打造并部署多项个性化AI解决方案, 实现了在不同业务场景下数位工厂的智慧升级, 打造了全新中国制造供应链的优势。 与此同时,中国本地企业不仅向内驱动行业发展, 亦积极向外探索,旨在开辟全球新蓝海。 对于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海外游戏和短视频等市场的拓展, 英特尔提供了大量在云基础设施设计, 选择和迁移上的支持,旨在为企业出海提供技术基石。 此外,质朴华章与长城超云与本资峰会上联合推出, 以勾第2加速器为核心的AI训推一体机, 为多场景下的大模型训练及推理业务提供了算力与算法的双重保障, 以及灵活可靠的软体管理平台。 对于已将生成是AI应用制产品和服务的企业, 英特尔亦与其保持紧密合作, 助力企业不断推陈出新, 以领先的产品技术加速其创新落地。 今年7月,英特尔面向中国市场推出了一款全新的高DR处理器, 主要应用于加速AI训练及推理。 该款处理器配备了24个可编程Tensor处理器核心TPCs, 21个100G RAW CEVR仪态网接口, 96G HBM 2E记忆体容量, 2.4T每秒的总记忆体频宽, 48M片上SVM,集成多媒体处理引擎。 DG Times援引供应链人士的话透露, 英特尔今年在中国市场推出的特供版AI处理器Godi 二连月来订单不断提升, 现已向台积电大追单。 随着CheckGPT引动的AI热潮兴起, 目前中国市场AI算力需求高涨, 但其中最为关键的灰达晶片, 却因台积电CoOS先进封装产能不足而短缺, 哪怕是A800与H800至今依然无法满足客户需求, 致使先进晶片大幅涨价。 现在来看, 以往挥达有多少或卖多少的熔景, 正在英特尔身上复现。 供应链人士称, Godi 2订单能见度已至2024年中, 而下一代采用台积电5奈米, 4奈米制程的Godi 3也正在加速上市进程, 预计2024年到来。 供应链人士还透露, Meta、微软、谷歌、AWS北美四大云服务商CSP相当期待的AMD Mi 300系列, 也因为台积电产能问题大受影响。 他认为, 由于挥达未来出口, 中国全面遭进的可能性不低, 而AMD Mi 300系列暂未大规模上市, 因此使得英特尔把握住天赐良机, 哪怕是特供版的Godi 2也供不应求。 总体来看, 伴随着生成是AI的盛行, 互联网用户迎来了AI原生时代, 大模型需求急速增长。 面对眼下云市场所面临的数据训练, 演算法创新, 算力资源和隐私安全等实际需求, 英特尔为中国行业伙伴打造了一系列AI原生基础设施, 旨在为千行百页提供高效、 便捷的大模型服务。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